一听着黄河院就觉得黄河大合唱 那是我们时代的歌 我们所有的人那个时代的五零后六零后 我都记忆在心 但是今天我有幸见到了我儿时的偶像 郭书真 郭先生 王文武 郭书真 郭先生 郭书真 郭先生 到今天92岁您觉得人生够本了吗 不够本 接着活好好活 您怎么看人生的云起云飞朝涨朝落 你来到这地球每个人就能来一招没有两招既然来了你必须要做一些贡献 您觉得功名利禄对您重要吗 也重要也不重要 如果你有功名就是为党 就是党教育你 然后你为国家争光 您培养了多少个有成就的歌唱家 我培养的没有一个失败的 没有一个废品 都非常好 首先是做人他们知道文艺为人民 首先是这个 那时候如果您留在了苏联不回国想过吗 我凭什么不回来啊 我干嘛不回来啊 我干嘛不回来啊 有多少呢 那时候 那时候这个 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那他今天他再也不强 我们明天不也一样了吗 对不对 再说我中国人 我在那干嘛 人家不少我 但是 中国少不了我 看 好 你在读苏哀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我看了老太太说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钢铁 他有钢铁一般的意志 钢铁一般的信仰 他是有一种霸气是神鬼不敢亲 一种生命力是旺盛 而且是坚毅 所以这是他生命力的所在 我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他拿着一把刺刀 我跟他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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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